根据最新消息 骑士同呼人已经达成一笔 关于老将龙多的交易 今日晚些时候就会得到公布 由于后卫卢比奥的赛季报销 骑士在一号卫的需求迫在眉睫 而呼人调出轮换阵容的龙多 成为克利夫兰的首选目标 由于龙多与呼人签的是一份一年老将底薪合同 所以达成交易并不需要匹配薪资 骑士只需要腾出一个名额 裁掉一名球员就可以完成交易 而呼人方面 交易龙多后可以节省掉700万美元的奢侈税 还可以得到一个价值17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 本赛季龙多厂均出厂16.1分钟 得到3.1分3.7 助攻2.7助攻 三项命中率为32.4% 50% 26.7%